为了要充实长辈们的日常生活 富州社区特别邀请美术老师来指导阿公阿妈们学习画画 从山水画到素描样样都学 每位长辈们都感到相当有趣 而今天长辈们要画的是自己 每个人看着镜中的自我却感觉到有些许的陌生 阿公阿妈们拿起蜡笔仔细的上演色 今天的课程是制画像 每位长辈依照镜子当中的影像 画出自己的模样 这里是富州社区的老人日托中心 当地里长杨丽娜希望 让长辈们以图画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因此可以聘请专业的美术老师来教导长辈 将未来能集结成册 作为长辈们生命的回顾 我们今年就是一季将长辈他个人的一个生命故事 跟他收集起来 所以透游老师来跟长辈他们教这个画图完之后 那我们希望透过长辈他们的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那我们希望今年把每一个长辈他们的所有的故事收集完之后 集结成册 那希望呢今年能够有一个很 让长辈有一个很高兴的一个成果出来 然后就是将长辈的一个生命历史全部集结成册 做一本我们他们自己的绘本故事 指导老师罗志农只表示 指导长辈做画 主要在于引导 用鼓励的方式来激发他们的潜能 同时跳脱知识的交换方法 既然让他们自由发挥 反而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一般的学生画图 那过去老师的教学会用字式的去教 可是我们现在在指导老人家的图画 是让他发挥他原来的潜能 因为本来人就有这个绘画的天分 只是我们的教育一直压抑他们 所以我在做老人教育研究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让老人家自己发挥 鼓励他们 那其实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可是他们还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用很多的方法 我研究很多年 用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 我发现他们其实只要你多给鼓励 然后适度的引导 他们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会教他技巧 可是我不会给他一个范本说 完全都一模一样的画 因为他们会习惯等待你给他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还很趣味的 教他们画自己的时候 他们说要看东西 我就给他们一个小礼物 那打开就是一个镜子 我告诉他里面那个东西最真实 他们反而更开心 虽然说不敢 可是过程中不断地去尝试 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让老人家自己去发挥 让他喜欢 从喜欢开始有自信 接着他就会不断地在家有自己来 那这个是一个休闲 他也是一种抒发 那不要给他自私的东西 他一样可以发挥得很好 来自己学习画画的长辈们 也都认为画画课相当有趣 这以前没有学过 但有老师的指导 学起来更为容易 东西很臭味 福州社区的老人日脱中心 长期以来重视长辈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让他们能够学习更像诚意 设计了很多适合老人家的活动 希望他们的晚年生活能够过得更为多采多汁 不仅让年轻的一辈可以安心地打拼事业 也让长辈们得到妥善的照顾